大家好,欢迎收看知心解说三国沙 本期给大家带来一局录像 因为前几天感冒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录制视频了 主公爵的流善,咱们这里比较好的神旅部或者曹仁吗 我选择了,这是我打的 我选择了神旅部 这里先标个反 看看咱们真姬 咱们的二号位真姬跳了个反贼 真姬当反的话还是可以的 这个当中曹批主公的忠诚是 一旦全黑起来那是不要不要的 然后看看苏巴,苏巴也是感觉偏中的 苏巴是偏中的 这武将是偏中的 挂个盾 顺一下真姬 说明他更是忠诚了吗 灵桶跳反 真姬没刹那只能掉起来了 然后借到一把刀 杀一下 真姬没黑 还是说 手里也是陶子这种比较好的牌 不舍得打 还是真的没黑色 然后黄中拆一下 竟然也跳中 所向无敌 咱们是内奸的话 可能还要思考一下忠诚 他是反贼 想都别想 然后真姬丢了 一张红 真姬丢了 两张黑色牌 南蛮露青啊 想赌一下黄中是反贼 然后 细胞难瞒 但是我觉得嘛 反贼开AOE本来就不太好 所以说还不如 那个倾果一下 当然这些人不是大问题 灵桶跳反 这是个真理 我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咱们 好像是 断 大招的 也就是说 咱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放过大招 看看张辽 张辽偷了一下 这里有个 英包的孙亮 注意了 孙亮 刮烧 这批加一马 除非别人拆掉他的这批马 或者 有距离能打到他 不然的话 孙亮哪怕 一把连弩 一百张杀 都杀不死 主攻 信不信 有人问孙亮什么技能 给你们读一下孙亮的技能 溃珠 七排阶段结束后 你可以选择一下 令智多X名角色更摸一张牌 对任意体力值为和的角色造成一点伤害 若不少于两名角色 你需受到一点伤害 X为你此阶段气质的牌数 测证 锁定即你的初牌阶段内 攻击范围内 不包含你的角色 不能成为你使用牌的目标 初牌阶段结束时 若你本阶段使用的牌数 小于这些角色数 你气质其中一名角色一张牌 然后留上放全给了元素 元素第一波没杀 可能想续报一下 但是 第二波没杀 元素挑内了 九杀 你说打灵桶可能会有副作用 那打张疗啊 打张疗是完全没副作用的吧 打孙亮可能也是会有点副作用 打个比方说孙亮低个金的什么意思 孙亮气质的一张牌 能让任意名角色摸一张牌 孙亮气质的两张牌 能让任意 至多两名角色摸一张牌 或者对灵桶造成一点伤害 所以假如孙亮气质的三张牌 可以对自己造成一点伤害 或令至多三名其他 可以包括自己的角色 也就是三名角色摸一张牌 这里不是其他角色 是三名角色 包括自己 也就是说什么 孙亮气质三张牌 能让自己扣一滴一些 这里孙亮气质的两张牌 然后孙亮灵桶各摸了一张牌 这里我们大招 直到游戏结束都没放出来过 孙亮灵 你这里不有什么用啊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无钱有多重要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这无钱有多重要 雷杀 雷杀 这里杀灵桶是稳重的 但是杀张牌的话 因为手牌数小于 张牌嘛 所以说被闪了就很尴尬 没闪的话是雪传 这里元素把内奸的身份跳出来了 但是等到后面你们就会发现孙亮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孙亮的严重问题就是挂上加一嘛 这让他导致什么 现在 他杀不了主攻了 没错 一般情况下是 主攻挂上加一马反贼杀不到他 而孙亮是自己挂上加一马 他杀不到主攻 是不是很神奇 这里孙亮可以欺着一名角色一张牌 欺了我们一张 这里欺了三张牌 可以让至多三名角色更莫一张牌 或者 对灵桶造成一点伤害 刘善造成一点伤害 但是自己要失去一点体力 二选一 结果他选择八牌 毕竟嘛 刘善是孙亮队友嘛 所以孙亮 砸起来很亏的 刚刚也可以对黄忠造成一点伤害 但是黄忠写 多写少没多大关系 章疗不可能的 孙亮不可能 跟他是队友 又不可能对章疗 造成伤害的嘛 元素开了个A 这个A表明元素肯定是有桃子的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很亏的 不然的话真的很亏的 咱们这里肯定是围救的 然后孙亮救了一下 咱们再卖一个鹿 咱们再卖一个鹿 孙亮简直就是相当于装的一把折戟 幸福的折戟 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元素救了一下 灵筒说明什么 他手里一定还是有桃子的 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张 不然的话他一定会保住的 然后灵筒七两张 刘善果然是一张闪 然后咱们这里 摸到两张杀怎么办 想了一下 咱们这里 无钱有多牛了 获得无双且该角色的防剧失效 咱们这里弃一张酒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弃一张杀 但是一旦 将来要拖到这张酒 会怎么样 杀一下 然后酒杀流散 元素只有一个桃怎么办 看见没 所以说刚刚这里是必须七九九的 虽然这里 气了元素 结果又气到一张桃子 张良可能 拖了一个桃 元素可能是三桃 也可能是两桃 一张别的 第一发吃到放拳之后 后面跳内了之后 永远吃不到 这把黄装作用比我们大一点 但是咱们后面的无钱 可是很强势的 决斗 怎么比得上骑射来通宽 张良断杀 黄中也断杀 但是张良有个无限 但是骗了这样无限不亏 防止他是闪 咱们杀他一刀 果然是张闪 张良高高偷的简直就是牛了 这里火攻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实际上如果这是比赛的话 我这张火攻只 可能连打都不会打 但这是路人局 所以我就打出去了 因为路人嘛 不需要思考太多都能赢 如果是比赛或者全力的话 那张火攻我是一定不会打的 或者打一下 看一下你有什么牌 那张火攻是一定一定不会打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不要 觉得我一定会打这张火攻 然后算量这里开始就放弃了 简直就是了 然后远叔伸到我们一张桃子 拆一下 再拆一下 杀一下 加伤害看看算量有没有桃酒之类的吧 远叔救了一下 咱们开个无钱 防止他是两张闪 结果他真是两张闪 看见没 不然的话他提两张能对流善造成一点伤 这就非常伤 所以说咱们五千多牛了吧 这里黄中杀一刀孙亮 孙亮有没有桃酒 没有 然后远叔就可以投降了 这个桃园一开 远叔就完全没希望 听一句配音就于是投降 就这么草率 MVP肯定是给我们的黄中了 毕竟嘛他造成了多少伤害 但是这把我想说的是 不开大的吕布也是有用的 这个无钱也是很强势的 一开始就送你两个 你随便放个AOE之后 无钱用杀 无钱一个人 基本上 就能强中的 因为还无视防具的嘛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因为感冒了 所以就不多说了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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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